记者图居民台中报道,国军今日上午在台中清泉港基地进行联合反空激将操演,动员F-16,IDF经国号战机,各型攻击直升机,M-60A3战车,云豹装甲车等军备及4100余名官兵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假想敌空军对我国机场炸射时,我国爱国者三型飞弹车立即即逝而出,疏散到其他地点。 至于爱国者二型飞弹也竖起发射架警戒,展现清泉港基地防空飞弹战力。 国防部表示,今日操演可分为二阶段,第一阶段为基地防卫作战,一全民防卫动员机制,整合并善用民间资源。 首次运用民用型无人机及航空人员,执行战场侦搜、目标标定、战果监控等,纳入本次作战验证。 其次,在机场跑、华道抢修方面,一踩人、装并争的动员方式,征集民间机具及操作人员纳入军勤队编组,模拟战时机场跑、华道抢修作业, 另于直观通信中级备员项目,结合民营电信公司演练通信中级运用等作为,维持部队直观畅通。 国防部表示,为强化后备战力,此次易动员后备部队实施临战训练,即军情队投入清泉港基地作战正备,磨练军事动员效能。 至于第二阶段演练反空机将作战,国防部表示,此操演可区分防空部队即战机紧急起飞接战,基地防卫部署,基地防卫作战,空中密接支援,空中突击作战及攻击扫荡作战等六个刻目, 透过实战场景磨练作战区的连战作为,同时提升直观效能,达成演习目标。 由于台中清泉港基地为军民和用机场,一旁即为台中航空站,因此此次操演彩士兵不实弹, 但包括F-16战机、IDF战机及各型攻击直升机,仍发射热焰弹模拟队的攻击, 而云豹装甲车M-60A3战车也发射烟雾弹隐蔽。 另外,攻击直升机掩护运输直升机,搭载防守军官兵反击,并极有震撼弹等爆破, 增添演习真实感。 总统蔡英文稍早也和史瓦蒂尼王国,原称史瓦纪兰,国王恩史瓦第三世一同试到此次操演。 演习结束后,蔡英文也颁发加菜筋给官兵,同时发表演说肯定官兵表现。